欢迎来到证件投资学在线课堂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常与同好,论高下,不与傻瓜,论短潮 我们要不要和大盘论短潮 我们是傻瓜,还是大盘是傻瓜 我想对你说,永远不要把大盘当傻瓜 无论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尊重和敬畏这个市场 投资要顺势而为 在证券投资中,我们都想搭上牛市的市 避开熊市的市 股市在什么时候会牛,什么时候会熊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是判断不出来的 甚至判断出来也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投资中的顺势而为呢 这些年,凡是投资房子的人 想必应该是大有收益 因为赶上了房地产的大势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是市场趋势 在股市里,有的人可能简单的理解为 市场是涨势就买,市场是跌势就卖 搞不清涨势和跌势时就空仓 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是对的 就像投资者永远不会亏钱一样 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市场永远都是涨涨跌跌的起伏 那什么才是市场的趋势呢 我们只有知道了什么是趋势 才能顺势而为 比如,从去年开始 猪肉价格开始上涨 很多养猪的公司业绩 随着价格上涨而增长 如果你在这个期间看到了猪肉还要上涨 在去年或今年年初 或者是更早的时间 投资了猪肉板块 那就是顺势而为 事实证明猪肉股在受今年的疫情影响下 是逆势的 在全球股市暴跌的情形下 它并没有暴跌,反而上涨 那你可能会问 投资不是要顺势而为吗 它都逆了势 怎么又成了顺势呢 这个投资行为背后的秘密 其实是顺应了市场的需求 顺应了公司业绩的成长性 也顺应了公司的估值 具体来说 我们要顺什么事 我们又怎么去顺势呢 资金流投机者认为 大事是增量资金 市场出现增量资金时入场 资金流出时退场 是顺势而为 概念投机者认为 大事是追逐热点 如果买在冰点 卖在高潮 是顺势而为 短线操作者认为 大事是赚钱效应 觉得有赚就入 赔钱就认 是顺势而为 波段操作者认为 大事是价格脱离价值的波涛汹涌 价格低于价值时买入 价格回归价值卖出 是顺势而为 价值投资者认为 大事是企业未来的 持续盈利与升值 顺势是因人而异的 那么作为真正的 价值投资者来说 不应该被一时的 增量资金而迷惑 也不应该把精力 浪费在追逐热点上 还不应该频繁地进行 短线和波段操作 当然 真非神 谁也无法保证 自己的操作百分之百正确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短期内 价值投资者的收益 可能跑不过 资金流投机者 概念投机者 短线操作者 和波段操作者 而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顺应的大事 是企业未来的 持续盈利与升值的能力 投机者可能对九次 错一次 错的那一次会赔尽一生 因为最危险的事 是用错误的方法 赚了大钱 除非你只赚那一次 希望你做一个真正的投资者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的去降低投资的风险 做到顺势而为 2020年 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因为新冠疫情 对全球股市造成重挫 同时石油价格暴跌 在美股历史上 第一次熔断 是在1997年10月 而在2020年3月份 出现了5次熔断 其中最后一次 是因上涨出现的熔断 所以 89岁高龄的巴菲特 在一个月内经历了 他人生的好多第一次 网上流传着这样的段子 2020年3月8日 巴菲特说 我活了89岁 只见过一次美股熔断 次日 巴菲特说 我活了89岁 只见过两次美股熔断 在2020年3月12日 巴菲特说 我活了89岁 只见过三次美股熔断 2020年3月19日 巴菲特又说 我活了89岁 已经见过四次美股熔断了 2020年3月24日 巴菲特说 我活了89岁 见过五次美股熔断了 这次是因上涨熔断的 仅仅两周多的时间 出现了五次熔断 道指从29,568.57点 跌到18,213.65点 全球出现了救市的情形 相比之下 中国的跌幅最小 在大盘暴跌的大势下 很少有人能够 逃过赔钱的命运 下跌的势能 在短时间是势不可挡的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和大盘对着干 全身而出 想必就是胜利了 这样固然好 可以让钱落贷为安 但在股市中 往往逃过大跌的 也可能错过了大涨 很多时候 人们又逃不过大跌 真正的不和大盘对着干 是不受大盘的影响 是你持有股票 有未来的成长价值 能看过大盘大跌的风险 不和大盘论短长 需要你有极强的认知能力 判断能力和执行合一的能力 希望你能顺势而为 形成自己的投资交易体系 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如果你不能 不投资就是最好的投资 永远不要试图去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